胸口突然轻轻轻轻轻轻 过了两个月 手就开始麻痹了 就算怎么按摩它 怎么抄它都没用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你会看哪科医生呢? 当然是心脏科 终于又做心电筒 又跑步 又CT 又炎血 什么东西都做了 报告出来 医生一看 没什么啊 疗伤 是血脂高一点 不是啊 医生 手还是麻 心还是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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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大了就是这样 我开了血压药 阿斯不林 给你吃就行了 就这样吃了整年药 胸口依然是瘀着瘀着 直手依然是鼻 脱又不是 吃药又不是 有个朋友介绍 有个针灸的中医很好 好 很多病人抬着瘀着瘀着瘀 釁了之后自己走出来 嘩 这么一样 廖先生 你是两个手麻病 还是一只手麻痹呢? 一只左手 那是全手麻 或是手指头麻呢? 全手都麻 呃 颗椎问题 一、兩針就完成了 接著就拿一支針出來 刺進我的頸椎裡 了兩了 OK 完成了 醫生 你的不是針灸 你是小針刀 是啊 還有浮針和人針 一路坐車回家一路 擔心 以前我頭痛的時候 都試過小針刀 沒用的 哎呀 糟了 這次不知道會不會被它了壞 哎呀 笨呀笨呀笨呀 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很快 一個星期就過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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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不滑了 哎呦 手不滑了 哎呦 哎呦 不行不行 要乘性追擊 去刀多兩針 不用了 那些針不是越刀得多就越好 要徹底解決 首先要明白 頸椎病的成因是什麽呢 我長期打開頭來搞手機 搞電腦 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真正影響最大的 是你沒有了輕功 其實每個人年輕時 都會有很多活動 爬山 游泳 會出很多汗 把身體裡面的濕氣 就爬出來 但是過了四十之後 個人就開始懶了 天天闖道 加上天又開冷氣 夜又開冷氣 於是乎 濕氣就在身體裡面 排不到出來 越積越多 個人便濕重 沒有了輕功 這個情況就像你喝到屁屁 醉到一批屎 就像一批屎一樣 隔了在床上 一個姿勢就睡到天降 第二招 你不睡在頸就期了 先用三招來解決 頸椎病 第一招 排濕 慢病皆由濕重起 當你的身體濕氣重 不單止是頸椎病 什麼事 五濕肩 坐骨神經 很多病痛都會扭出來 所以身體排濕 是非常非常重要 排濕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曬太陽 運動 出汗 一個是喝去濕茶 把身體裡面的濕氣排出來 第二招 睡得醒目點 年紀大了 身體的機能就會衰退 頸部的承受力就會降低 如果你睡覺的姿勢不好 頸部一整晚沒有東西 又或者整晚都是一個姿勢來睡 閘著神經 加上人沒有了輕功 一滴泥地疊在 頸椎病 就是這樣 所以以後睡覺要醒目點 第一 要用枕頭來攝住頸部 不要讓頸部懸空 再來 一晚要換幾個姿勢 讓頸椎沒有受那麼大壓力 那就改善很多 第三招 做八米神功 很簡單 上下 右上 左下 右中 左上 右下 左中 把頭像米字般來運動 記住 是有空就做 還有 千萬不要縮腰來坐 記得伸直腰 不夠力 就用桌子借力頂住 做好這三招 很多問題就可以減輕了 有事的時候才來找我睹針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 今時今日的醫學實在太昌明分工太小了 有病你真的不知道去找哪科醫生來看好 心臟科醫生告訴你沒事 是啊 他那一塊沒事嗎 不是代表你的身體沒事 總之記得 身體不舒服就有病了 如果一個醫生看不好的話 就趕快問問你身邊的朋友 找多幾個醫生來看 實際很多 如果你有什麼個案經歷過的 不妨在留言區那裡 寫下來和大家分享一下